《夜雨威名,清风拂面,看庸花儿我,听闻风雅韵》 到了二十世纪的不夜城 夜啊,这是你的叛逆 这是恶俗文明的广告 无耻,残暴,肮脏 表面却是一致的灰药 看,这边是跳舞会的尾声 那边是夜宴的收梢 那厢高楼上一个肥狠的犹大正在监污他强弩的新娘 那边街道转角上有两个强人擒住一个过客 一手用刀割断他的喉管 一手掏他的钱包 那边酒店的门外迷惧着一群醉鬼 蹒跚地在汇语狂歌 音似顿刀刮锅底 幻想不忍观望 赶快地吊转翅膀 想清静境界飞去 飞过了海 飞过了山 也飞回了一百多年的光阴 他到了湖滨诗旅的故乡 多明镜的夜色 只淡淡的心灰在胡胸上五旋 三四个虫草叫夜 四围的山峰都把宽广的身影 寄宿在格赖士米亚柔软的湖心 尘寒的睡熟 那边汝阁山庄放射出几缕油灯的西光 斜漏在庄前的经历上 听啊 那不是醉翁吟诗的轻音 诗人理解大自然的精神 美妙与诗歌的欢乐 苏解人间爱困 无限富贵 但求为此高尚的诗歌者之一人 便撒手长鸣 我已不负无声 我便无憾地辞尘哀 反归无银 她音虽不亮 但韵节流畅 整件旷达的情怀 一个个的音符都变成了活动的火星 从窗帘里点飞出来 飞入天空 仿佛一串鸳灯 平彻清云 下照流波 余音洒洒地惊起了邻里的七琴 放歌称叹 接着清脆的嗓音 又不是她妹妹淘绿水的 呀 原来欣染烟辟的高吕猎奇 也在她家做客 三人围坐在那间缴隘的客室里 壁炉前烤火炉里 烧着他们早上在园里 清批地立柴 在壁啪地作响 铁架上的水壶也已经滚沸 呲呲有声 坐处在可爱的江西炉火之前 无情绪的兴奋 听 但听火焰 斩摇的微轩 听水壶的飞响 自然的悦音 夜啊 像这样人间难得的纪念 你 饱了多少 要不要再来